编造的视频全部都是我个人编造 非常的后悔 希望柬埔寨政府再给我一次机会 网红晚安小鸡日前与好友阿闹 开始播指导致言 黄春自己在柬埔寨遭欧抢劫被判刑两年 虽然两人已在道歉 但仍交不息兼过怒火 总理红马内19号也首度发生打马特骂 台湾网红自私自利的行为伤害柬埔寨 红马内出席中国贷款活动时不断炮轰 认为网红小鸡和阿闹为了带货流量 污蔑柬埔寨迟在泰之死 更指出有人利用他们母亲病重为由 试图干预希望让两人获释 更强调网红小鸡的妻子其实是共犯 基本上小鸡现在是联络不到人的 也还找不到人 当初在镜头前直播酷诉丈夫失联 但检国警方发现 当初网红小鸡把相关影片传给在台湾的妻子 让妻子在网上发布 显然妻子根本就知情 总理痛批种种行为无法宽恕 网红小鸡和阿闹服刑期满后 才能被驱逐出境 且被列为黑名单终身不得入境柬埔寨 总理连环炮跟指出待人时间点 争执西洋情人街 却要为了两个网红触动大阵上警力待人 为了防止造假事件 有样学样继续上演 柬埔寨决定依法言承 而网络上也传出多张 柬埔寨监狱的内部照片 表示当地监狱生活环境相当恶劣 这下网红小鸡跟阿闹 恐怕真的只能顿苦劳 这一新闻正合报导 到万年年長望 小鸡都陽明容 逊与抚抚抚抚抚抚抚押